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龄《桂名羊》的演艺人生 桂名羊生于1909年,出于1958年,桂名羊的原名叫桂名羊 就是著名粤剧演员,是广东的番茹人,生于南海,组织就是浙江的宁波 他的代表作就是火烧阿房公,冰山火线,黄沽驾河人等等 桂名羊的早年,就在广州的铁路专门学校读书 他首先读音乐,后来读表演,喜爱粤剧,曾经在幽天影志时班里 做蓝花蛋学艺,后来加入了大罗天剧团,国风剧团, 和马斯增曾经同台演出过,在大罗天班里面,霍阿桂名羊 非常虚心地接受名演员的指导和帮助 这就定下了他后来在小母这个行当中,独树一次的基础 他对于薛角仙和马斯增的表演艺术,都有所借鉴和学习 并且能融会贯通,故此自成一家 很多人都称他做马营舌康,比喻他记得马派的形态 也得到舌派的康口,他曾经参加过艺术演出的比赛 他当时就获得金牌奖,他当时有一个别号,叫做金牌小母 金牌小母贵名羊,他的爸爸贵东远,宿父贵南平 他们都是清活的经学家 桂名羊本身擅长演小母戏 马斯增在组成大罗天班之后 看到桂名羊的草藝相当不错 于是找桂名羊担任三邦小母 他能够将马斯增和薛国仙的表演艺术 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造成一个马营舌康 他所演的赵子龙角色 威势和风度更大大超过马斯增 龟鸣羊的表演顿错先鸣 气势相当威猛 节奏也相当紧臭 他创造了一种叫做螺边滚花 用非常高抗和急咒的螺鼓音乐 配上上场新段的情细 令到当时的人耳目一身 这在现在已成为粤剧常用的出场情细 在1930年龟鸣羊在美洲演出 和廖合怀、曾三多和陈锦棠 组成了日月星班 这日月星班一登台 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 而当时演出的《火烧阿房公》 这一部剧更加得到很高的声誉 一些文武生 例如任劍辉、麦炳荣、李玉郎、梁蔭堂、罗家宝等等 都对桂名羊的表演艺术 加以借鉴和学习 桂名羊对徒弟的要求十分严格 例如说梁蔭堂非常勤奋和苦练他的功夫 说到桂名羊的职业生涯 桂名羊在世的时候就相当显黑 可惜身后就非常殖疗 就算他生前的人生虽然轰轰烈烈 但是在历史书里面 可能也找不到半行子 桂名羊就是这样 桂名羊并没有像他的名字那样 桂名羊千古 虽然在半个世纪以前 在广东粵剧舞台上 桂名羊曾经风流过 瀟灑过 但是历史是相当善黄的 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 至少他在广东粵剧舞台上就是这样 而在香港到这个年代 也不是很多人认识桂名羊的名字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桂名羊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就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和订阅 我们这个阿N与一同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桂名羊的生平 拜拜